阁下可曾看到过天玄门英无邪 我在找他 今日得罪了 空洞 徒有一副好皮脑 我对他能有什么意见 白某人本不想平生是非 是毒 讲的是用量 或者 一念之间 空洞派手作弟子白富龟 见过 人断离作丛门低 散尽还富龟 好似前世今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兄弟的频道 请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住这种IG FB Twitch Bilibili还有Discord 好就今天天津姐又存在里面的 微信官方公告了白富龟的 人物情报 那从前面的这个PB的技能已经 大家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些招式的部分 那我们这主要就是讲一下他的这个人物的 人物的介绍 那 他是武克之中的老武 然后自幼并和人断离 英武邪相似 尽管立场不同分道量镖 那三段之间仍有颇生的羁绊 生智沉迷 有不小的洁癖 语人断离与英武邪的关系似乎 也并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说实在白富龟的样子我觉得变得蛮多了 他脸 脸完全不太完全不一样 然后 诡异 世间有十二神 披护百姓 免于诡异之苦 神晋杀诡异 方使甲子一轮 不知 自己从何处来 只依稀记得那时寒风凛冽 吹在身上四势 要深深弯下 刮弯 弯下血肉 既是迎送尖锐刺耳 但黄黄南正欲逃窜 却又不知该往何处 冥冥之中 陈尔 陈 冥冥之中 陈文迪语 以为铸鸽 十二梦中见到圣诞之景 怪诞之景 好事前世今生 轮回 这个轮回是指 他们在出生之海沉睡 在轮回中醒来 每过一甲子便是无耻 这是说谁啊 寄生就是共生的阴影 只要让他们染上这个黑暗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 这个是谁 无相吗 白富龟 无相 白富龟 三门下有一池堂 少女在此练剑 偶尔一日下山门 远远望剑堂中竟飘着脑袋 帮忙救人 走近时发觉他站在堂中 一袭白衣 春得少年肌肤如雪 跳下池堂 拍了拍少年的脸看了还有气 客人他长年练剑才能在水中拔起 扔到岸上 反过去来 少女才知晓他姓百名富龟 原来是为了 猪乌龟下池子去了 傻野猫咪 救他是人断底 秘密 白富龟齿人 白富龟齿人 鹰无血鹰大少也最不了解的 就是打小一块长大 然后可跟鹰大少聊上三天三夜 但是小白呢 总是一张人脸 只在鹰无血前面才会舍得笑一笑 此之那一日 重长老一次巡见白富龟 踏前一步站到自家城门身边 那时鹰大少也才竞卷他所不造的事 远比他所以为的要多 嗯 还是富黑 富黑龟 好啦 这边人物情报 就大概看一下 最 可能要等他谢英英灵出来之后的活动剧情 再去看一下 呃 编剧怎么去编白富龟他的 之前的故事吧 那剩下的等之后的 白富龟的介绍了 那喜欢的影片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FB Twitch Bilibili 还有Discord 感谢各位 今天的收看大家晚安 拜拜